還有為什麼今天叫做決戰前夕呢? 原因呢,我沒有跟大家說過 為什麼我這個八月份這麼多片出呢? 有出拆箱、分享東西、講鬼故事 還有什麼項目 總之呢,就比普遍很不同的片都有出的 假若你有訂閱我另一個YouTube的頻道 就是我專門講相機啊 講怎樣去製作啊 那個網頁 就有了一些器材的拆箱 因為我本身是一些自由工作者 而且我不是工作很繁忙 不是工作人員 所以我很多時候就要自己買器材回來 因為我本身有興趣呢 我真的很喜歡拍東西 很喜歡剪東西 於是乎呢,我就不是那些 很厲害的廣告導演 就是只是坐椅子在那裡叫鏡頭 那我喜歡自己拍的 因為要適應現在的時勢 就是那個預算是低的時候 有時候那些工作真的不夠 就不可以預訂到那麼多人 於是乎,又可以滿足到我 真的很喜歡拍東西的那個慾望 那麼呢,就兼甲呢 就可以... 就是現在做了導演 又自導自拍的那樣 就可以處理那個工作 那如果呢 我那間公司是被人收購的話呢 就是那個賺錢的率呢 是高於一般的製作家的 講個率啊,不是講個數字啊 原因呢,就是很多時候 一個job呢 我們公司的那個 盈利呢 的percentage 是比一般高的 因為我們 不是請到很多人 那還有前後期 我都是自己做的 那於是乎呢 又變成了我們 就不可以 job接job 那我相對 是喜歡現在這樣多些 那當然你真的 多到job接job 我當然是不介意啦 那只不過呢 有時候可能我後期的時間 我都是陪在studio這裏做事呢 就變成了沒有時間去交際 或者不習慣去 為了job去交際的 就是我從來都不太強的 那反而吹水啊 講一下民生政治啊 講一下UFO啊 我就很樂意的 那我想都要改一下了 因為現在我們這個行業 越來越難搞 難搞到一個地步呢 是以前 就是以前的聽聞 是 有些剛剛畢業的那些 很便宜的 或者甚至有些拍開結婚的那些 又進了這行 就是比較pro一點點 那欠了價錢很懶 那自然生呢 就生了很多的 就是都是傳聞 因為認識的人比較少 但是現在呢 就是大家都很明白 整個社會的結構已經改變了 那令到有些年輕人 如果他不是透過這樣 賤價劈 那他根本上 連connection都沒有 那譬如我這些老爺呢 我老實說 我直至到現在呢 我都未曾出去 招募的 即是主動走去 特地去一些商會那裏 認識人啊 又或者 搞關係送月餅啊 送茶葉啊 我們從來都沒有試過 就是我一直都有job的 只不過呢 就是我甘心接受 那些job 就是不是說很密 很密的job 工作 那樣 那我就勝在做得精一點 那 只不過可能因為我的個性 就是不喜歡出去 出去找生意的 很主動走去 很aggressive 搶客那些 就是我做不到的 其實真的 我不是不想的 那呢 於是乎呢 就令到 變成今天那個 那個 那個 工作那個pattern 有個模式 就是說 我 不會job job 我完了之後呢 剛剛好 有時候要推 因為做不切 那樣 但是呢 將來都不行的了 因為那些job那個 那個 要求的quality 高了 但是呢 那個錢就少了 我想這個全行 或者另外其他行業 都是這樣 那時候呢 那我就要 可能要勤力一點了 那幸好呢 我現在 這幾個月呢 那些身體改善了很多 就是我還有時間 可以剪這麼多片 我還有時間 去執人家的歌來彈 因為有時候 rendering 要花很多時間 那我有什麼做呢 我看youtube 都是學一下 一些歌怎麼彈 就是操作一下音樂的趣味 因為我都停了做音樂很久 以前做音樂呢 全部都是見錢開眼的 就是說呢 有人給你錢找你做 那你就做咯 就是用一個基本的本能 以前學過的東西 就拿出來 那很幸運地 去到上個月 這個月 上個月了 八月了 就是在這麼沒東西做 都有一個 舊的朋友 找了一件job 就叫做了一條音樂 難得地 他們那邊都很滿意地說 就是以前 真的 猜一下猜一下 你只是 做音樂很主觀的 就是你做完一首歌 出來 究竟是 是怎樣的 你自己很喜歡的 或者你很 夾到它那個 product 或者它那個 event 或者它那個廣告 就是很主觀的 就是你看那條片 和別人拍了那條片 或者別人看那條片 或者別人看那條片 又真是口同備咬的 難得就是 有一些客人 曾經 哇 真的非常之爽脾的 就是那個音樂客 就是呢 他叫我先做一首音樂 先 因為他相信我的品味 和 就是 他覺得我懂得聽東西 這樣才算 那 他是說 希望我做一首音樂出來 就是讓他拿著那條聲 或者拍他的畫面 哇 我覺得最爽脾就是那個job 就是直到現在 我都回味的 就是有些客人是這樣的 就是 不要說人家崇洋還是什麼 事實上 那個客人真的 在美國讀 嗯 讀電影 就是用了美國那個way 去 簡選或者 一個工序 去judge 一些作品 或者要怎樣 有個方法 或者有種 有種 風格 去 去撞這件事出來的 因為他很注重Creative的 亦他都很尊重Creative的 然後呢 那次一粒音都不用改 就拿了那條片 拿了那條聲 去拍他的片 而出來的效果 是出奇那麼好的 但不知為什麼來到香港呢 受香港教育的 朋友呢 或者是顧客呢 他們好像 就是買 就是用錢來 買你的東西回來呢 就要阿叔 懂聽 阿叔 或者阿姐 高興 甚至乎 我在那裡聽過 你又弄出來 我覺得最不理智 或者最不科學 就拿了reference出來 就是 我喜歡聽這幾首 你給我reference 你 那你照做 做到差不多 很像 又說很像 又說很像 不像又說不像 我曾經做過一個ID 就是電視台的ID 他說 可不可以 好像那首歌 這樣幫我弄 就是一個節日 懶得說 但是我希望 別人一聽 就覺得是那首歌 我已經很坦白地跟他說 如果一聽就知道 好像那首歌 那就要抄了 如果抄歌 我又不做 我不會當自己作 我只是創作 還有製作 那我說 不如你開張名義 不如你叫我 rearrange 那首歌 他說 不要 我尊重創意 那就弄了 弄了一首 有那個arrangement 就是聽 有那種風格 但是 那些melody 就完全是 改過了 那做了第一個 mob 他就說 都沒有那幾粒音 為什麼 啊 啊 我頂你啊 沒有那幾粒音 於是他幻想不到那首歌 他不知道什麼叫arrangement 不知道什麼叫feel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香港 真的很寬鬆 就是 你做一個監製 或者導演 或者監製 可以不用 用feel去做事 都可以做得到 那我真的見識到 有些大便時代都是這樣的 然後 後來 再給我兩個 不如面對現實 你不要說什麼創作 不如 我就 彈回那首歌 那個copyright 你就跟 那個唱片公司 Clear 就算了 那終於 臨到最後兩個星期 就 被迫著這樣做 因為他幻想不到 是那首歌 但他又不知道自己買什麼 但他又不知自己買什麼 他又說想這樣這樣 想有那個feel 但之後 可能有些壓力 可能不是他 所以 要終於 用回那個melody 彈回一個他要求的 一個風格 而那些風格 就是 近年很流行 用一種很迷你的樂器去做的 那 就是 搞來搞去 如果day one 我是很chip的 不應該這樣說人 就是我呢 這陣子流行什麼 就給什麼 這陣子流行那些 就用那些 我老闆喜歡那首歌 那你不如用這個樂器做那首歌 搞了兩個幾兩個星期 聊很多電話 自己調很多reference 即sssend link send link 說到很有理想 但最後 即是 不如你用現在最流行那種樂器 就放一個最老套的melody 老闆一聽就明白 那個方法 那就搞定了 那不用聊那麼多 那就照整 即是 香港那些 做 做製作 做電視台 或者 老一輩那些 就很懂得享受 工作的過程 我相信 那如果不是這樣 都不會 不時地發生這些事 那我都是講運的 即是譬如你 那些舊同事 那當然是老鬼 是不是 有誰 好像我現在這樣 還要自己這樣 接生意 很多都 譬如做機構 都上位 都升職 一定是做監製級的 即是我的同輩 那我極少 有個 有個 電視台的監製都很欣賞他 他就是覺得 哇 再看電視台再這樣 我真的 我損失了很多 享受製作的樂趣 於是 於是 我認識一個很尊重的 一個監製 他跳了出來 就自己 有同學過 以前在電視台 剪片 有人幫他剪 拍攝 又有人幫他拍 怎樣設計 只剩一把 只剩一把 開會 有六七個人 招呼他 那他發覺 長期是這樣不行的 因為那個電視台 也都 越來越差 看下製作 直到今時今日 開了一個新的 電視台 都是那些班底 真是慘不忍 真是壞到 那我這個朋友 我真的很欣賞他 他真的犧牲了 幾餅的一個月 不用怎樣做 的生活 而走出來自己跑 即是跟我這樣 一起 即是自己去接 一些自己的客人的工作 那所以 即我 我就 覺得 就是 每個人走的路很不同的 我相信也和我性格很有關的 那所以 我以前又覺得 每個人都錯過自己的 但現在絕對不會 只不過覺得 那些朋友 其實他懂得享受的工作 就是 不停地 做到自己很忙碌 自己很多決定的權 很多和一些製作人 或者和一些創作人 去交手 以及去一些 去討論一些音樂 藝術的事情 即他是透過這個方法 來 滿足到這個慾望 我覺得 都是懂得享受的 所以 不可以說 當然 客人更加不可以說 他無緣無故做什麼 要付錢給你賺 對不對 那他當然想找我幫他 但原來 談完 我說幫不到他 但他就照出糧 即所謂不是幫到他 我很希望做創作的 但他最後又借了一對手 這樣 即這個似乎是一個 很流行的現象 至於 講到 為何我要 所謂增值 其實沒得增值 因為 我覺得 現在的客人 要的創作 反而是 比較倒退了 他要不到一些 人家沒有的 他所有 正如我早前 常說香港人 的話題 是比品味更重要 即是說 一些很差的品味 製作很低 亦是不好看的電視劇 他們上班的朋友 即朝九晚五的朋友 為了的話題 他寧願犧牲了那些享受 都要看一個劇 回去 有得說一下 有得在Facebook那裡罵一下 選美都說了一整個星期 即我隻字不提 盡量都 那所以 即現在 造成整個社會 不僅是撕裂 我覺得這個簡直是 百花齊放 即是人人 那個 那個 一方面 就很極端地 大家都是講選美 那有些呢 就很超然 和很 很盈棍地 在公開的時候 說自己不看無線 但是一出了事 不停地 在Facebook 那個 或者 我看到的Instagram 都有 就在那裡說 那些選美 說那些劇 那些 那些 我覺得香港現在很可愛 完全是撈不到 令到我 嘩 一卵嘴說了 整個三個 做結婚夜 但真是好流 Jack Masik MB 鄧毛色 講起網台 要脱改了 勳章方式 令政治節目 收入大減 其實他怎麼分 正不政治呢 是不是你選的那個 Tag是政治 那就選了 那我不知道 這個呢 大家不要聽一些 片言隻語 就覺得是這樣 其實有沒有人真正去 了解 為甚麼 就是自己 不要聽過網台的人 說 就是說 勳章方式少了 因為 不只是 政治網台 因為可能 阿朵毛色 聽到政治網台 所以呢 那些人覺得收入少了 就 說了是政治網台 但現在怎麼幾個水 那我相信 是他的分帳模式 不同了 和政治未必有關 我不敢說實 那有些 網台呢 他又不知道自己做了些甚麼 中了些甚麼服 被人分了那些錢 那又或者 現在YouTube是很狡猾的 你每上載一條片 他最後呢 那個 Monetization 是不是這樣讀 就是Monetize 那個按鈕呢 就 以前呢 你一旦 剪掉了 或者 All Country 你都可以 放一些廣告給你的時候 是自動剪掉的 但是近來呢 YouTube改版之後呢 就無端端跟你剪掉了 就是你不Monetize 這些肯定是狡猾的了 只不過你自己看不清楚 有些網台 他的節目量很高的時候 當你兩天 忘記了 那顆Monetize 就是你就沒有了兩天錢了 就是會不會是這樣的呢 我覺得這樣的情況 可能大一點 所以 你不要聽他講 因為有一個理由呢 就給他很大條道理 就去叫人家贊助 捐錢 那我覺得 你想人家捐錢 就叫人家捐錢 就是幹嘛要 說這些理由呢 我覺得很有趣的 就是 各個台的做法 真是很神奇 很奇妙 甚至乎 有個Term 就是 叫你不可以 在一個節目的內容裡面 告訴別人 有些人聽 按廣告 按廣告 會多些收入價 這樣 這個是YouTuber的 文明規定 不是說沒有 就是 我聽過會講的 但是 早前有人聽D100 他直接在一個節目裡 叫人家按廣告 要不是 我們比較收入 這樣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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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文明規定 你又去犯規 我都知道那個台 沒有錢不行 那哪個人 就是沒有錢不行 但是 那 我覺得你 違反了別人的規矩 免費用別人的平台 我覺得你 不單止不感恩 還敢做人世界 我覺得 就真的不太對 雖然我都暗示過 但我都 沒有反對規矩 我起碼都是暗示 是吧 Beryl Chan 大陸高幹 和有錢都送 所有子女出國 尤其是 英美 Tun William Chow 立品發財 Jack Masick MB 等模式 居說是廣告商 可以選擇 不下廣告再政治節目 嗯 沒錯 其實尤其是香港 很多 那些藍絲 都是 都是助用這些 給錢人 買廣告時段的位置 那所以呢 某程度呢 他和 兼顧 覺得 講政治 那些節目呢 不多不少都 有很多粗口 這是傳統來的 不是我有 bias 那 有這個情況的時候 如果我是客人的話 老實說 譬如我 我的產品是很高級的 我真的不想落在 迷米 老實說 或者 賣Radio 不用指望 花生都很麻 老實說 我覺得 真的不奇怪 所以呢 證不證實到 又不知道 那 就是 你預算是這樣的 我想不只是香港 是這樣的 那只不過 香港的零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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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女士呢 都是分分世事的 就是 總之 拆得到的老闆呢 那條數好呢 就是這個世界 又找石狀 來他都不理的 因為狀來一起死 我打算 所以 也都不奇怪的 我沒有完全否定的 那我覺得 你開台 你有 就是 你叫人家 sponsor你 或者叫人家 支持你 繼續做 我覺得很正常的 這件事 但只不過呢 有些老作條數啊 說自己又不知道有多少支出啊 阿婆 阿嬸 阿伯 阿老人家的錢 都拿了那些 就是 眼都不眨的 就是好憐憫 你只是好 就是一個口號 但是 那些捐錢給你的 你都要好憐憐的 大哥 你不要多這麼準 你聽到那首 那首什麼歌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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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那一首呢 不知道叫什麼歌 就是叫人捐錢的 但是呢 不過他的台有很多人 就是拼老命的支持他 不知道為什麼 那都是好事來的 蘋果App 嘴進去 嗯 那我就叫你 鼓勵你欣賞一下 你的廣告製作 因為其實 可能我主流的電台 電視台已經沒有看很多年 那 但是我去到茶餐廳 迫著看那些壞事 就是有心美小儀 主持的那些 很難看的 但是去到廣告時段 我都看得眼睛很緊 因為呢 拍得最好的製作就是廣告 其實香港 我覺得現在 所以我真心希望大家 真是欣賞一下別人的廣告 為什麼這麼大落差呢 為什麼電視劇 電視台的製作 和廣告這麼大的落差呢 就是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呢 當然預算不同 但是今時今日 我很夠膽講 那些廣告的製作費 已經比起最豐盛的時期 只剩下十分之一都沒有 真是分分鐘 那所以 欣賞一下別人的不錯 因為香港不值得自己自豪的製作 就是廣告的 那但是近來我覺得 ViuTV做得非常好的 那令到我有一點點 看電視的樂趣 因為每逢 下班回家 吃東西的時候 我都會看看ViuTV的 就是可能講一下鬼 譬如看一下卓飛 去美國講UFO 那樣 就是我覺得 這些都是你期待 在有這麼大 製作水平 有興趣的節目 在想一下是不是很難得 那網台呢 以往呢 有些巨人 就說 content is king 那樣 但是呢 Quality 連Queen都沒有 那樣 那他們又 什麼呀 是這樣的啦 網台那樣 聽到很多 很厲害的人 都欠 很 很 鄙視 那個製作 喂 沒有人給錢啊 你不捐錢 但是你有要求才行 大哥 每個網台有個跟風 有個key background key到鬼五雅六 那邊都起了九雅 那樣 完全不反省的 他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這樣說 我是很蠍蠍的 那我大量朋友 是在做網台的 那但是我就是 見到我就說 就是不要跟風 才行 大哥 你去城寨這樣 人家的set很漂亮的 書又齊整 打燈又漂亮的 那樣 還不太好看 怎麼可以記住背景 鬼五雅六 真是不知所謂 可以說 這些是六七十年代 電視台的技巧 嘩 那些老人 那時候當然是風光 嘩 記住背景很厲害 那樣 到現在都是這樣的 但是 死了 都還有超過八成的網台 都是跟風的 真的 狗狗給你吃屎 真的 Ped Put M 是 不是叫人click 叫人聽 記錯了 Johnny Director 封我第一次聽看YouTube來 我們多謝你 最平易的人 所以多了廣告商 找拍YouTube的人做 是 老實實 我拍這麼多片 我就希望 有人找我 都有零星的聊過 那我覺得 與其我那個月 因為打風的關係 將我拍廣告 那個期間 移動到 我又接不到其他東西 那所以呢 那我就借這個機會 就滿足了我 那條人 因為我都很想做 又不是YouTuber 就是 如果有 每條過十萬點擊 就當然自然有Drop 但是 我浪費了六個小時 剪的一條片 都是只有三千點擊 究竟 為什麼呢 是不是本身 我的影片很流 又說 話題不吸引 又說 那個人太老 或者 是不是要弄一弄 或者穿一些衣服 更漂亮 又或者說話題 比較淺 又或者 較高 那段比例 真是好笑 我隨便拿一支 木銅笛交 那個木銅笛 走來交吹 我浪費了兩分鐘 錄了三剔而已 那裏都有幾百個 Hit rate 但是我剪六個小時的片 都是只有 三千個 頂你 所以有時候是很氣餒的 如果你只是看著這條數 來做事 那就什麼都不用做了 幸好有個人 偏向固執的 那我覺得 過程是很重要的 就是跟我那些廣告客一樣 就是過程很重要的 就是你 ran完這條片出來一看 啊 是啊 加多這件事好一點 啊 加多一個filter好一點 喂 真的很多東西可以 改善到你 滿意為止 就是我有時候 就是經常覺得 那些客人很麻煩的時候 自己對自己都很嚴格 很麻煩 的時候 那就盡量做 我又沒有budget 就是你見到我 那些R2D2都很low tag 我都是找一盞 去鴨寮街買LED燈 那些燈條 將它釀在一條 U型的鋁 那些軌 那裡 那我就在10元店 買兩條鐵鏈掛在它 那 可塑性又強到 又可以反打 又可以靜打 都會幾個不同的 lighting 已經是很舒服的 就是已經 滿足到我 對打燈的要求 那還有 雜雜都會有一點點不同 Tune的顏色不同 用一些不同的calibration 的filter 不同的 一些展法 那 那慢慢 創一條自己的路 希望 那 這個是一個事業來的 就是 很多人覺得 career 是跟錢有關的 那我不可以否定的 但是其實我主要 第一個目的 我不是 就是為了很多錢 其實我不懂 就是我懂得 一個 formula 一聲音有很多錢的 我就不介意做了 但是最慘 你又強行做那些 人家二十多歲的 那些 但是你又不入格 你又幾十歲 你想一下 就是 我整天廟 TVB的藝員 以前 就是幾十歲 四五十歲 還被人叫華迪 都 都 給我 馬上 先 幾十歲都叫華迪 不是 當然是 就是 有承認的 四五十歲 又叫安仔 那些 那些 雖然我都 雖然有人叫華仔 也就是我媽 即 既然 你這麼討厭 即是說我 那你又自己做回 我實在真的受不了 那所以呢 那有時候 我都是自軟自危 你Hit rate這麼低 你死吧 扣神不懂得轉迫 那些 其實我都聽習慣的 其實這些 我又聽到別人的心聲 有時候跟別人聊這些 那些人 那些人 即是無端端 他的口又沒有爆刷 他的口 在咬下唇的皮 那他其實 這些小動作 他就是這樣 他就是這樣 你死吧 你這樣清高 他就是這樣 即 尤其是行家 就最容易讓我見到這個表情 那所以 我覺得這樣幾有趣 你不是這樣就觀察不到這些東西 那還有 還有 Johnny說 雖然 沒有什麼 不是容許 具創作 但廣告空間 始終都大 我就不太樂觀了 因為呢 很多廣告的budget 批給些什麼媒體呢 那些人呢 都還是看慣無線的 即是你看到無線的收費這麼低 還有 製作這麼膠 他都義無反顧 用很多錢 放一些 放一些 slot 進去電視台 因為習慣了 就不用做 即是 只錄一個slot 落多少 上頭批多少錢 即是做一些很簡單的動作 又收人幾皮一個月 或者十幾皮一個月 那他當然不敢試新東西 那譬如試新東西的 譬如你扔給youtuber 又可以 你扔下去 就拍了一條廣告 不用youtuber 就在facebook下廣告 又可以 即是很多圖 媒體 可以 可以下廣告 譬如舉個例 我一次跟一個 做零售的朋友 聊 那呢 就講 做廣告的問題 那他就想拍一些廣告 就 在本區的 或者 即是 一些小生意 那當然收得不貴 那但是呢 他雖然 有個budget的做廣告 但是他都預了一半 在一個 紙傳媒那裏 即是一些 傳統的 雜誌傳媒那裏 落那裏 落的廣告在那裏 那我跟他說 我說 你落在那裏 你有沒有研究過 現在有幾多人看雜誌的 我說你自己看不看先 他說他當然不看 那現在那些人做什麼呢 他就拿著手機 那拿著手機 為什麼你不留在Facebook 和Youtube呢 那他說 都是 我聽到那些人說 始終這兩個字 始終都是什麼什麼的 那我不用解釋 為什麼始終都是 要落紙傳媒的了 那電視台 那些客戶也都一樣 明知道那些劇 這樣選美的女兒 都醜過人的 當然我覺得他不是特別醜 就是 宏觀這樣說 不是 大眾都是這樣說 那他都義無反顧 都是要 丟巨額到電視台 雖然聽說 是少了很多 那整個數目 都是少了 那但是 那些跨國的企業 你的數目 不是影響很大 真的 那但是他都總是 要死去電視台 那為什麼呢 就是 始終都是電視台 那但是 跟你的效果 會不會成正比呢 他們怎麼都做一個理由 想到不是交數 那所以 你說那個空間始終大 我認同一個空間大 但是問題 那些人 怎樣用錢呢 你真是 你猜不到他這麼蠢的 那 那一次我說 在一個零售 那個朋友 跟他談 我說不要緊要 你馬上來光顧你 那些人你就問他 對上一次 看雜誌是什麼時候 那 我在這裡等了 半個小時 吹水 沒有一個會看雜誌 會買雜誌 那我都忍不住口 那我問那個肥斯拉 那你 剪法 都看一下 電法 和演法 都看一下雜誌吧 放在那裡 你都不看嗎 我當然不看 我自己有個 三星手機在那裡 我幹嘛還要去看那些雜誌 這麼髒 那 這個就是個現實 連一條肥斯拉 他都不買 都不看雜誌 你想想現在 Seven那些貨架 什麼人看 就是行家看 就是我公司 下過這個廣告 在這個雜誌那裡 那 又或者 我們competitor 下廣告 他們全部 一位自打飛機 打得很嚴重 就是 那些買雜誌 通常都是這些人 那 監仓不能上網 當然要看雜誌 那所以 你如果 投稿想給監仓的人看到 你在 東方日報 那裡投稿 你可以 可以 跟到 社民連 和抗爭那些人 反而你看到 你的意見 反而現在 反過來 因為你上不到網 所以 我覺得 其實主要都是 剛才我所說 就是香港人 去思考一件事 他首先用自己的情緒 和觀念 就去決定了一件事 就是和現實 往往的落差很大 當社會 多數人都是這樣處事的時候 我這種人 就很虧卓的 不單止別人 不會聽你說 還覺得你 很有性格 藝術家脾氣 很有原則 你知道嗎 我收訂都被人 暢臭 有一個人說 你 不過說了很多次 不過現在看到有新人 來 真的要說一下 不過我生水 我就不會說 有個行家 就在客人面前 說 探職很出名 不知道不知道自己 怎麼出名 這個人都出名 都出名 收訂的 這個人 收訂有什麼問題 請問 你不收 你不要讓人 都好像不收訂 才是正常 我做 preproduction 要錢 很多東西都要先出錢 喂 帶錢來 打工都大有人載 但我不想 真的 我公司不是很大 不是賺你很多 例如說公司 我謀取暴利 即是一本十利 我當然是無所謂 但我收到你這麼老實的價錢 真是很合理 作出個訂 但原來 今時今日 在我這個行業 是很稀奇的 即是那些無常勁稿 又是現在很普遍的 你做幾個事 來 pitch pitch了 你 那客人選你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有job 現在還有人 發生這些 大家都覺得很合理 但我入行的時候 並不是這樣的 pitch 那些公司 都有錢 人家有成本 人家說 storyboard 都有錢 現在那些人好像 什麼都不用錢 不知道 他自己去茶餐廳 吃碗麵 我都問那些人 真的 做麵 來看看 做四碗 看看我選哪一碗 這麼荒謬也可以 但不知為什麼 那些行家 都因緣接受了 那怎麼辦呢 臺灣等看完 計落有數字 美尼恩探長 你很大怨氣 平和troy 根本現在 人家以為給錢 你做事 就覺得是上帝 其實不算大怨氣 以前大些 現在看通了 但實在是越來越不公平的 以前做我們這行 就是不要說以前了 就是根本上 做這行的 要浪費的時間 絕對多於其他行業 就是你見到我做了這麼晚 都眼睛起來 但是 就是那個收入 還有 就是你現在 以現在的價值觀 怎麼鬼鬼鬼鬼 你不做一些投機事 那你幫那些 補習天王拍片 你多一點錢 但有多少給你拍 就是還有你幫那些青年才俊 拍的profile 都很多錢 但是這些工作 總是沒有我的份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聽說那些 那些金融財進 拍一些打飛機片 就是 只是給那些客人看 給那些公司 鬥威 已經一條 不知道 拍成十萬元 拍一條 拍到自己成功人士 我聽到其他網台 就問我做不做 那我當然做了 但是 只有港幣 到現在都沒有我 所以這些機會 真的 還有 還有 講這些工作 講到收不到聲 還有我也很感謝 滿翁 因為你覺得我怨氣很大 其實我真的很不想 再發放一些怨氣 因為對自己都不是那麼好 只不過 你去判斥一些 公不公平的事情 你去到這些位置 你很自然讓你聽到 都覺得怨氣 其實我已經不太怨了 對這些事情 只不過 社會變成這樣 大家都有責任 整個社會的改變 令到 那些 對手越來越無知 兼顧 以前都有些無知的客人 他說明他是不懂 就要靠你 去幫他解決一些問題 本身 做製作人的價值 也是在這裏 但是 現在 人人都新光頸領的時候 追求什麼呢 就是追求霸氣的時候 就在你面前 裝作到自己很懂事 自己懂得上網 我懂得比較 但是 對製作 或者對你 那件事 製作的動機 是完全是 銜接不到的 就是舉個例 你譬如買個廣告 你要那些客人 收到些什麼 收到一個形象 收到一個key message 那那個講話 只有十秒的話 你做了些什麼呢 那你就看餐吃飯 應該 十秒你收到多少訊息 你看到幾個字 一個正常的人 還要在一個流動的場合裡面 你十秒真的看到很少東西 一個keyword 你記得到 就說你厲害了 那不知道為什麼呢 有些客人很有趣 就不停地 賣藥地 塞很多字在那裏 還有 那些字停留了 還要 在十秒裡面 分開 八九個shot 或者十幾個shot 十幾個shot 你一個shot一隻字 都勉強可以看到 你想說什麼 但是他們完全是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心態 好像玩蝶仙 整個畫面都是字 只有十秒 大哥 到現在都還在發生著 究竟 你有沒有老闆 你老闆收不收貨 究竟 你有沒有試過自己 找一個神秘人 或者找你的同事試一下 你不要再看 你看完之後 叫他背回一次出來 做不做到的 總之不管 他叫你做 其實這些是浪費錢的 一來浪費錢 二來 就影響市容 三來就是 令到我們這些行家 很多怨氣 原因就是 你明知沒有必要這樣做 有些客人 譬如整幅貼下去 你就說你貼一張蝶仙圖 是不是 可以逐個字 Proof 不是 Proof 徐個字 字眼改 女性男性好 這樣 還是不說男性女性 改幾十次 喂 大哥 這些怨氣就是這樣來 給他們雞水這麼多 你還要 有時候不是不想幫你做 我有個 有個宗旨 或者有個信念 如果能幫到你的產品,令到很多人受到你的東西 你的廣告浪費了錢出來,效果是好的 其實我不介意做這些事情,不是交造 現在訓練到每個人都在交造 做一些沒意思的事情,為了交貨交數 你有沒有腦子? 你有沒有一個理由告訴你老闆 為什麼你不敢做? 大家都是損失了這個勇氣之後 那怎麼會沒有怨氣呢? 一定有的 你唯有將那些怨氣,用另外一些時間 自己拍一些自己覺得好的東西來平衡 所以社會淪落到這樣,很可悲 有時候大家都在一邊生 說政府啊,說經濟啊,說政治氣候啊,說大陸人啊 就令到你,香港改變了很多啊,做什麼都不行啊 什麼都夠做啊,但是其實 那些原因當然有啦 但是,大家自己有沒有反省?大家有沒有去改變這件事情? 就是有沒有開多一句聲,告訴客人 喂,這樣不行啊,你自己也看不到啊 那我這些會出聲的人呢,就 就被人說我臭串了 就是教我做事啊? 阿sir做事不用你教我嗎? 就是,就是這樣咯 所以呢,我都快變成鹹魚了 那我想退休之前都要做鹹魚 那問題就是,不是你不出聲,而你會補到你的辦館 你越不出聲,你越有他這樣做 就全部人都不能做啊,遲早 原因就是,你當你的廣告出到街,沒有效力的時候 原因是哪裏有人想在街上看蝶仙圖 那你不在這個媒體上賣這個廣告啊,就是這麼簡單啊 那你慢慢,你又爛賤價,sale出去都沒有人疼,沒有人去光顫你啊 那最後就是抱著死咯 就是,你不要說沒有關係啊 我這樣分析是絕對,就是你開challenge了 就是,如果大家說中你的話 人價值觀有問題 MOSWICH主要是沒有工會內主持公道 進階出了名的那些youtuber 狗拍自己吃碗麵都成萬view 平壞choy反而我覺得變了自己不值錢 平壞choy現在的人拿人著受心態好強 what is zero 放那麼多字 因為貪心咯 還要改來改去都是三腹鼻 是啊,不單是貪心啊,不單是改字啊 有些,其實現在是小一點的 嗯,我也做過設計的嘛 他們呢,覺得那些顏色很淡啊 又或者有些人說,這個螢幕很黑啊 令到你的臉那樣,那些 喂,那算了,免得說他了 我都免得生氣啊,這些東西 就是,根本大家都接受了一些很主流 還有一些很權威,還有一些 一種無名的白色恐怖呢 就令到他又上了身,這個人又不行 這個人又不行,這個人又不行 這個人又太黑,那個人又太淡 那個人又不開心,這個人又行 嗯,沒辦法啦 即是那個時勢就是這樣的啦 即是當大家都是,船頭驚鬼 船尾驚賊,沒有來自我 又不給別人自我,最慘就是 那你哪有希望的啊 即是你不要說 即是你那些人經常去日本把子嗎 即是日本什麼都漂亮啊 喂,但是人家日本 人家設計,人家在取捨 人家在簡約 你怎麼學呢 你有我以上剛才講的心態 蝕卓的,為大哥,把紙這麼白 你去京都看看人家的招牌 人家整個屋 人家講究那個structure 人家講究那個線條,講究構圖 的時候 我怎麼可以讓你擺個logo這麼大呢 你一天就不要租 Lance 喂,Hermes也是這樣 Lyka也是這樣 即是那些大舖 那個logo這麼小的,大佬 那間shop這麼大 即是 為什麼你要喜歡日本 你不問一下自己為什麼 為什麼在香港你就接受到 喂,色濃一點啊 喂,怎麼這麼淡色的 喂,這麼黑的,不能夠的啊 喂,人家指緣那些 全部都是深啡色的啊 你不能說人家 啊,很黑啊 拍到你 這樣 這個就是香港人 對回自己的香港人 那個 那個無理的 吹無求疵 那些只不過是 開一開聲 覺得很爽皮啊 怎麼說你啊 好像很開心 那樣 這個已經成為習慣了 人人都是的 即是 跟紅頂白 即是有些 很有名的 或者很有錢 或者那些 沒有人說你現在成光頭的 為什麼 但是有些人 又在笑著別人的光頭 真是這麼有趣的 為什麼 這個就是 香港人的精神 其實我很討厭的 但是只不過 我不是討厭那些人 我們為什麼討厭 我們文明了百年呢 沒有的 文明已經五十年了 即是 怎麼會退步呢 即是 不要什麼都賴別人 其實你自己堅守 要你自己 每樣東西多想到一個步驟 想一下別人的處境 想一下別人的理由 別人是不是你的腦 即是想這幾樣東西 你可以解決了很多問題 都會通過了 那除非你又不用腦 飯來張口 跟著就 我說過要喝湖雙大碼 即是說得出來就說 這樣 啊光頭的 人家想的嗎 大哥 是不是 有些人光頭不想光頭 歪了嘴 不想歪了嘴 歪了不想歪了 大哥 你歪了 就這樣恥笑人 但是 有些人自己拿來的 我都會恥笑 是不是 即是你那個笑得人笑 所以我都不介意 人家說我矮 是在網局火車站的 那我明天也要開工 明天 其實明天的工作 為什麼我說決戰前夕呢 因為這件事 原本是8月要拍的 但是因為颱風的關係 不僅是颱風日 是拍不到 還要我拍的地方 都是一個悉心的裝置 一個空中花園 這樣 哇打風呢 直接破壞了所有的道具 花了樹木 一棵樹都倒閉了 這樣 那他要回復 又去退 那本來呢 這件事 即是對我的功力來說 即是要拍一個這樣的廣告 其實真的不難的 但問題呢 人事的關係 跟兩個Party開會 還有他們始終 有一個Party 很緊張這件事 那客人又有很多 很嚴苛的 的舉措 即是不是舉措 即是態度 就令到呢 擋住我的 那個Agent很緊張 那搞到我都緊張了 因為 每天都有很多WhatsApp 小小事情都要問我 即是很感謝他們 尊重我 導演前導演後 那樣 即我以前都習慣了 直接對客人 因為那些客人 不會在你面前 失霸氣 那我也都很感激 我的Agent 即是我覺得暫時 合作得幾開心 那他們令到我都很緊張 尤其是呢 我要預約一個Party 是韓拍 那他們又不是太熟 即是我跟他們 不是有深厚的感情 因為原本深厚的感情 那個人脫了底 那我去了旅行 那我找他 那他們又 可能 我不知道 即是 他們不是做開Production 即是打風啊 改旗啊 那這個一定的 大佬 你難道爆個風頭 你都飛一飛的東西上去嗎 那我的Set打爛了 難道又叫你來飛嗎 那他們可能 不是太適應到 那個改旗 有很多 軟聲載道 還有一些說話 聽一下 那 但是我都很體諒的 那 終於明天 都有機會 可以 開到這單工作 我都很期待的 因為 都改變社會風氣的 這單工作 因為 他將會播出來的 次數很多 電視 還有我的罕有 做一些很主流的 廣告的導演 或者製作的 那 所以 我也緊張了一份 那所以呢 我今天